洗澡其實是一個很舒服很舒服的時刻 當你辛苦了一整天 洗澡了一整天 哇 哇 哇 暖暖的熱水涼 多舒服 今天的話題是說說洗澡會發生的事 看看你有多少東西跟我一樣 第一件事作為這麼有音樂細胞的我 就是開歌 還有是唱歌 在洗澡的時候 唱歌是特別好聽的 就好像在開自己的演唱會 這樣難別說出真相 卻只剩下你才會 啊 不是這個演唱會 是這個演唱會 第二件事就是 忘記開熱水路 當你冬天很冷很冷的時候 你馬上回家洗個熱水涼 誰知道一進到洗澡房 脫衣服 開水 發現 死了 忘記開熱水路 第三 就是 你永遠都要像生死時速一樣 去洗澡 以我一般的經驗 其實電熱水路好像只有五分鐘 六分鐘 每一次你都要精準地計算 你每一秒是要下一步做些什麼 絕對不可以浪費每一分每一秒 當你由熱水轉到冷水 噴的聲音 你就知道 究竟有多悲哀 第四件事就是 忘記拿毛巾 當你洗完澡的時候 嘖 發現自己忘記拿毛巾 這個時候你就會答案 媽咪我跳毛巾 第五 刷牙 但是我自己就最喜歡 一路洗澡的時候一路刷牙 那你不覺得會舒服一點嗎 你又不需要洗澡之後 又要開水刷牙 拿一隻牙膏刷牙 那就搞得行 第六件事就是 思考人生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覺得 洗澡的時候 特別有安全感 和特別寧靜的空間 所以這個時候 很適合想一些哲學性的問題 究竟人生是什麼 說完這六件事 究竟你有多少事跟我一樣呢 記得 洗澡舒服還舒服 但不要沖太久 不沖5至6分鐘就好了 還保一點 下次再見 拜拜